镜头来到台南 从下午5点开始 台南火车站就不断涌进返乡过年的民众 很多民众都希望能赶在除夕前回到家 台南火车站的月台也挤满了过年返乡的民众 搭车回桃园 一开始台铁开始预售票的时候就赶快上去订 然后所以就可以再提早在春节时候回家 我是要从台南坐车到竹南 之所以选择今天就北上的原因是因为 怕除夕那天人会太多 我们今天大概是下午5点到9点的时段 这个旅客返乡的人潮会最多 大概是9成多的旅客都是网路订票 假如说夜台人太多要上车的时候 没有办法上去 我们会试夜台的情况来管制这个站票 台南火车站也提醒民众 下车时可别忘了自己的行李 搭乘列车返乡的旅客 下车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随身携带行李下车 经常也在电视时尽望台湾台南 下车点取下车点取下en 下车点 Majesty 大